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我们过去这一个月 因为三十周年 因为复活节 还有一些其他特别的题目 让我们好像稍微离开了这个主题一下 但是我想我们到现在为止 已经在就着蜕变这个题目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了 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蜕变带来丰盛的生命 蜕变带来了一字 里里外外的 我们这个人太需要一字 蜕变带来了盼望 蜕变也带来了属天的智慧 那我今天要继续讲蜕变带来释放和自由 那么这些题目 讲蜕变会带来 会带来 那我就想说 趁着现在三分之一过去了 那我们大家问问自己 到底我们蜕变了多少 如果说蜕变会带来这些 这些都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的话 因为我所有每一篇信息 我都有经文的根据的 那这些如果是圣经上神告诉我们 在新造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的替代里 应该带给我们这个结果 那么到现在已经四个月过去了 那我不晓得我们自己有没有realize到 或是察觉到自己改变了多少 我说的改变是基督里的 如果四个月下来 我们还是觉得我跟从前一模一样 完全没改变的话 那弟兄姊妹 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 反而要更加的认真 要小心 因为神不光是一位说话的神 神也是一位一直往前的神 他说了话 他就往前走 那我们跟不跟就决定了我们的结局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们都需要光 然后他底下接着说 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换句话说 他不是只是客观的一个光 临到了出去了黑暗 他这个光是一个持续往前的光 是需要跟随的 而也只有在跟随的里面 我可以得着生命的光 在光中见光 在光中得生命 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管过去四个月 你长进多少 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很认真 说主 求你今天再对我说话 而且这个话要道成肉身 这个话要让它落在豪土里面 给我带来真实的帮助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讲到 而蛻变给我们带来释放和自由 那可能弟兄姊妹想说 基督已经释放我了吗 刚才已经唱诗了 你干嘛还讲这个题目呢 那么基督已经释放 我们的确是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 我们就应该真自由了 但是关键是 神的儿子已经叫我们自由了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并不自由 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点 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在外面可能别人对我们 非常的称许 甚至羡慕我们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在我们自己的家中 在我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不管在我的思想里面 在我的生活里面 在我个人的性格情绪里面 在我生活的习惯 嗜好里面 我可能有很多东西 是根本不敢贪出来 给别人看的 因为它根本不自由 它根本是被很多的情欲 罪恶 世界 甚至我的情绪 我的性格 我的习惯 我的嗜好 所捆绑 所下制 我三十年前刚出来服侍组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接到了一个妈妈 我差点说她老妈妈 其实她那时候年纪比我还年轻 一个妈妈打电话来 说请我帮忙 我说怎么回事 她在电话里面哭 她说余地兄 你可以不要帮我去救救我的儿子 我说她怎么了 那个时候 加州还没有什么赌场的 我们生活在Saratoca 有一个叫Garden City 是唯一唯一在这里local的赌场 现在不在了 所以我敢告诉你们 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去帮我 把我儿子救出来 她说她天天晚上混在那里 你在外面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被堵 抓住的一个人 就当她妈妈告诉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么一个人 原来是被堵 这样子的捆绑 所以我那天半夜开车 就跑到这个赌场里面去 那个时候一进去 全是烟 一边臭烟 一边堵破 都是亚洲人 那时候还没有管烟 像管现在这么严格 所以烟雾雾的 我一个桌子一个桌子 去找 终于看到她 她一看到我 她非常不自在 我就去跟她讲 我说妈妈请我来帮助你的 我说你跟我出来 所以我出来 也给她一些鼓励 一些帮助 陪她祷告 我碰到过好几个 不管是毒瘾也好 毒瘾也好 一些东西捆绑住的时候 真的走不出来 尤其网路通行以后 这个网路涉浅的捆绑 那真的是几乎我到各地区 都有人会后来找我交通 说她走不出来怎么办 弟兄姊妹 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 可能也有人 也是活在类似的捆绑底下 从前没有这么多的 social media 都是看福音的VCR录影带 我那时候看了一个 福音录影带 台湾有一个年轻弟兄 他说他17岁的时候 受不了同学的刺激 这个激将法 骂他落弱 骂他没有胆量 不敢吸毒 他到最后想说 好好好 我就吸一口给你看好了 我吸了以后 我就不带吸毒式了 他说哪里晓得 他吸了那么一口以后 底下将近20年的时间 他进出监狱 不知道多少次 他那个毒 一下子就抓住他 他没有办法抗拒 他说我骗钱 偷钱 甚至去抢钱 他说我进出了监狱 不知道多少次 他说到最后 我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 我痛苦到一个地步 我说我再抽烟的 不是 我再吸毒的话 我就把我的指头砍了 结果他不久以后 他吸毒 所以他这个人 也真的是狠下心 拿起刀来 就把他指头砍下去 真的是很了不起 不是不应该讲了不起 真的是很有毅力的 他把他指头砍断 然后家人看到以后 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 然后紧急地去把他急救 因为刚断满 还可以缝回去 他说我才走出医院急诊室 下台阶的时候 毒瘾又来 他说我没有办法抗拒 我又去了 他说他就是这样子 这么多年 从十七岁开始 一直到他三十七八岁 听到福音以后 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了他 他说所有戒毒的方法 戒毒的中心 用自己立志 想尽方法 他说我出不来 就是出不来 但是到最后 主借着别人传福音给他 他信主了 弟兄姊妹 这是一些外面很明显的例子 我相信我们在座 可能外面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被 许多的东西所捆绑 我们被自己负面的情绪 那种苦毒 愤怒 或是我们这个人 非常非常在乎别人 对我们的看法 这都是捆绑 别人批评论断我们 我们受不了 别人夸奖我们 我们也受不了 半夜翻过来翻过去 都在想一家 对你的夸奖 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东西 很容易摸着我们 很容易来捆绑我们 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埃及都工 我们讲到世界的王 像个都工一样 拿个鞭子 对不对 我有一个图 都工在那里拿着鞭子 鞭打神的百姓 所以当神的百姓受苦到一个地步 他们就向神哀求 那么 这一个哀生 打到神的面前 所以神说 我要下来拯救他们 弟兄姊妹 今天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讲 你也不需要向我讲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的捆绑是什么 我们需要知道 到底什么东西 在我的身上 它有力量 它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我们的思想也可能有捆绑 你就是没有办法抗拒 那一个负面的思想 或是没有办法抗拒 那个误会的思想 或是一种邪恶的思想 在我们的里面 它就是一直在那里 我们需要主来释放我们 我们需要有一个strong desire 说主我需要 不光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需要在我的生活 在我的经历 就在我所知道的这个点上 我需要你来释放我 所以保罗 我在这里用了一句话 保罗第六章 罗马书六章 他说 岂不晓得你们顺从谁 就做谁的卢仆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后现代的文化 一直给人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be yourself 你要当你自己 不要受别人太多的限制 不要活在别人的要求 期望的底下 你要成为你的自己 所以跟随你的感觉走 跟随你的喜好走 你认为对的 就是对的 不要管别人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真正的是非 这个就是后现代 所以犯罪没有关系 我记得我在香港 我在澳洲 我在欧洲 我都问过年轻人 在青年聚会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不光要问年轻人 不是只有年轻人有捆绑 我说你们认为什么叫自由 几乎千篇余虑都告诉我 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你们觉得这个答案对吗 对吗 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那岂不是叫做随心所欲吗 这个世界如果是随心所欲 那糟了 有一次我在香港 居然一个 当辅导级的那种年纪 大概四十岁左右的 他居然回答我心想事成 我说完了 我心里面想完了 你这种年纪的弟兄 居然会讲自由 叫做心想事成 你怎么去带年轻人 这就是这个世代 一直在这里塑造我们 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个 我喜欢有什么不行 跟随你的感觉走 这种话好吸引人 特别抓住年轻人的心 所以现在教会 要能够留住年轻人 是一个大的挑战 因为整个世代的走向 就是违背圣经 against神的教训 就是人要舍己 整个人类的问题 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 或是说的更直接一点 你个人的问题 全都是因为我 自我所造成的 真的 也是别人的自我 带给你痛苦 也是你自己的自我 带成自己的困扰 跟给别人的痛苦 所以几乎都是 从人的自我出来的 所以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这跟整个世界的潮流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要讲自由的时候 我们实在很需要 主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很谦卑的 在主面前看 说到底在我身上 我的捆绑是什么 你说我要当自己的主人 其实你就是自己的奴隶 你就是你自己的私欲 成见狭窄的生命 斗量所狭制的 然后仇敌 这个时候就无孔不入地 可以来欺负我们 所以当你说 你要当主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本身就被骗 主耶稣说 这世界的王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是我们今天 常常有的一个叹息 就是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对不对 有没有 大家听过没有 所以我很多年以前 我常常就跟 在矽谷的弟兄 在矽谷的弟兄姊妹讲 我是在矽谷里面 这么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我有老板 我要办绿卡 我要买房子 我刚结婚 有小孩的教育 青少年的问题 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我没办法 我就是没办法 你不要再对我有要求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在服侍族 常常碰到的困难 就是人画好界线 Don't bother me 因为我自顾不暇 不要说他自我中心好了 他自顾不暇也是真的 但是不管是自我中心 自顾不暇 都是自我 这是世界的原则 就是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就是注意力 力量 priority 人力 财力 时间 都花在我眼前的当下 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就忘了永恒 我们忘了神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 我的生命由我来主宰 我的事情由我来决定 我喜好什么 我做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成为了某一位的奴隶 因为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主人 所以不是马门 就是神 不是基督 就是撒旦 不是圣灵 就是情欲 我们总有一个主人 所以我怎么知道我的主人是谁 保罗说 岂不晓得你们顺从谁 就是谁的奴仆吗 好 那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顺从谁 那么我另外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哥尼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 保罗说 无论凡事都可行 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瑕置 我们很喜欢前半句 圣经说凡事都可行 我跟你说 还不止讲一次呢 讲了好几次凡事都可行 喜不喜欢 圣经讲的 圣经的话凡事都可行 所以你断章取悦的话 你这辈子你就完了 凡事都可行 但 总不受它瑕置 那么 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瑕置我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学习把它放下来 学习把它丢掉 放不下来丢不掉 就表示它已经在你身上有力量 有地位了 不信你试试看 你今天晚上又在打电玩的时候 如果圣灵提醒你 停 你这个时候instantly shut off 出来 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的话 表示这件事情你有自由 很多时候 remote control在我们身上 手机的开关就在我眼前 我说关就是关不了 对不对 当你在那里骂你老公的时候 神说停 你说主这些话不讲完 我睡不着 我会短命的 一定要骂完 停不下来 不要光讲骂老公 老公发脾气 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停 停不了 说放 放不了 都表示仇敌其实已经 不光在这里 会诱惑我们 伤害我们 他根本在我们身上 已经有地位 已经有地盘 他已经在瑕疵我们 所以你要放的时候 放不下来 这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可能个人的主人 或是奴隶我们的 不见得一样 像有的人 手机从来不是他的问题 但是对某些人 手机就是离不开 每隔一两分钟要看一下 每隔一两分钟 一定要看一下 明明已经静音了 但是心静不下来 一马又要拿出来看 连不马都想 怎么这么久没有信 那有人钱财是他的 每一分钱 扣得死死的 有的人是环境 他的处境 他就是在环境里面 任何事情不顺心 一定摸着他 有的人是自己的情绪 还有的我刚才说的 是这些犯罪的事情 社情网站 毒瘾 这个烟瘾 酒瘾 要停 停不下来 要放放不下来 原谅我说 连我们的孩子 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小都工 以前一个年长的弟兄说 七个孩子 七个小都工 天天拿着鞭子在他背后 你有没有觉得 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情绪 都受他影响 今天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讲情绪管理的说 要做你情绪的主人 但是问题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了 有一个图 我想你们可能很熟的 三只猴子 后来变四只了 对不对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然后Do no evil 每一个都说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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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 几个人真做到了 我们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我们走不出来 所以这是我今天这个题目 想到说 蜕变会带来释放和自由 不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岂不知我们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 十九节 他也讲到 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所以彼得在这里 讲这些不义的人的时候 就讲到 他们常常被罪恶 被那些事情所制服 然后他举了两个很形象的例子 一个是狗所吐的 他又回去吃 猪洗干净了 又回到里里面去滚 他举的这两个例子 当然我们彼得老兄 举的非常生活化的例子 但是其实也都说到了 我们今天的情形 狗所吐出来的 他自己也曾经会厌恶过的 不要的 想把他丢掉的 但是回头又居然把他吃了 猪已经洗干净 也曾经经历过洁净 但是他里面的本性 又让他回到里里面去滚 其实这两方面 彼得讲的决定 不是在教训狗 也不是在教训猪 他在教训我们这一般人 太多的东西 我们也曾经想拒绝它 我们也曾经想脱离它 但是当我们里面的生命 没有真正的改变的时候 你发现你吐了 你又去吃 你洗干净了 又回到里里面去滚 从刀覆射 出不来 同样的话 同样的情绪 同样的试探 同样的捆绑 同样的这种 这种挟制 被掳的情形 在我们身上就一直重复 所以有一次 我到澳洲去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余力兄 你讲的那一篇 如何面对试探 或是胜过试探 他说我听了六十遍 这是我听到别人 听我同一篇信息 最高的记录 他说我听了六十遍 我跟你说 我光听他这个 我就感动得不得了 我不是因为他喜欢听我的信息 而是对他里面的认真 他说我就是想胜过我的试探 我就是想突破 我就是想出来 所以我一遍一听 两遍听 三遍听 然后我听完 我以为我找到路了 回去我又失败了 我就回来再听 到底我什么地方漏掉了 什么地方是我忽略的 他说他听了六十遍 他后面现在走出来 这是一个对神真理认真的态度 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 那今天我们在真理的面前 我们很多人都懂 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自由 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够认真 如果你真想要的话 你一定全力以赴的 我要得到他 对不对 不然你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 我们一直有一个目标 我们就是要得 我们要追求 我们要达到 可是对于我们生命里面的 这种自由尊贵 能够得胜 我们好像可有可无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活在 老我的挟制底下 罪恶世界肉体 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法 在这里挟制我们 所以主耶稣来 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叫 被毒的得释放 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这是耶稣来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 要来看蜕变带来释放和自由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这种挣扎的情形 三只猴子 四只猴子 你画十只猴子 都一样 不可这个 不可那个 不可这个 你要这个 你要那个 I want I want I want 动 动 动 你怎么讲 我里面的东西不解决 它永远是一样的 所以以前有个故事 你们都应该知道 都听过 这个白居玉 去请教这个鸟巢禅师 问他请教佛法 他就不过就讲了那么八个字 对不对 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这是佛家的核心思想 所有的恶都不要做 这个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只要事善的都去做 小事也做 大事也做 今天做 明天做 只要有机会做 善事就去做 然后所有的恶都不要做 那白居玉一听就说 这么简单 三岁孩子都懂 对不对 廖巢禅师说 三岁儿童皆知小 八十老翁活不了 三岁的小孩子都懂的 但是八十岁的老翁活不出来 这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所以人就常常用一个理想 一个境界来期许自己 来勉励自己 但是达到那个境界的这条路 跟力量却没有给人 这就是世界上的宗教 劝人为善 但是行善的力量却没有给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福音 为什么要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不是劝人为善 我们是告诉人 人可以立志行善 行出来由不得自己 我们需要的不是教主 不是一个宗教的乌托邦 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 我们需要的是救主 他把道路真理生命都给了我们 他不光把真理给我们 他把那条路给我们 他把走这条路的生命也给我们 这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讲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弟兄姊妹 我今天不是只对福音朋友讲 我是在对基督徒讲这个信息 今天在你我的挣扎 在你我的困境里面 你还在继续挣扎吗 你还在凭着自己 那个力量 想要得胜吗 我只是不好意思用彼得那么明显的话 我们还像那条猪那条狗一样吗 想要求捷径 凭自己求捷径 凭自己脱离污秽 No 我们里面毫无良善 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读经 都只读一半的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这不过是后半 前半保罗说 我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中 毫无良善 毫无良善你怎么立志行善 毫无良善怎么可能行善 我们就在此路不通的里面 就一直开一直开 开完又倒回来 开完又倒回来 明明此路不通还继续开 十年了 讲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二十年了还在讲同样的话 信主五十年了还在叹息 弟兄姊妹 这叫做仇敌的蒙蔽 这叫做我们自己的无知 所以保罗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说 你们是无知的人 怎么可能 岂不知道 所以这都是这些神的仆人 已经召集到一个地步 明明基督都做成了 明明不需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明明不需要被仇敌 这样子的蒙蔽 你们为什么还活着这个样子 所以以赛亚说 这个五十一章结束的时候 仇敌说你过来过来 你让我踩一踩 神的百姓就趴在地上 以备为事 好像皆是一样 好像是罪一样 任人践踏 这是神的选民 这是属天君王的儿女 居然被仇敌弄到一个地步 过来过来 让我踩一踩 我们就趴在地上任他踩 所以五十二章 他是说要兴起 西安要兴起 起来坐到你的位置上去 抖一下尘土 解开锁链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这是基督徒该有的情形 不要再受羞辱 不要再受捆绑 不要再受挟制 我们都受过这个苦 我信主都六十多年 我被挟制 受过苦 被仇敌欺骗的经历 一定不比你们少 对不对 不要再被挟制了 要出来 不管你的主人是谁 你要到主面前祷告出来 一定把他下来 换回基督做主 换回神做宝座 基督做宝座 让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蜕变 蜕变 蜕变 我们一直要强调一件事 我不厌其烦地 要强这件事情 蜕变跟改变不一样 不要再去努力地求改变 蜕变是只有在基督 以耶稣里在新造的境界里 接受基督的替代 才会发生 我再讲一遍 真实的蜕变 必须在新造的境界里 必须是基督的替代 才叫蜕变 你外面再怎么改变 再怎么装饰 别人再怎么夸奖你 到时候被火一烧 全部不留 而且你自己也知道 你当基督徒当得很虚假 外面别人看你很好 信主多年 从团企 小组长 区长 甚至当了牧师 弟兄姊妹 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 里面真实的情形 赖不赖火 经不起神的震动 经不起神的验收 这才是重要的事 不光是为了那一天 当我们今天就开始经历 蜕变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一样 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一样 而我们所带来的影响 跟祝福 对community 对神的国度 也一定不一样 因为那是有基督在其中 而不是一个改善 修饰过的我 所以神在乎的 不是得到好人 神要得到的是一些 真正属他的 降服于他的 对他信而顺服的 让神可以来使用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 蜕变带来释放跟自由 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提到 蜕变才可能带来 真实的释放和自由 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 我们就真自由 为什么要强调真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由是假的 我们以为的自由是假的 是仇敌骗的 我自以为是的 那个不是真自由 所以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是不光我能够不去做 不该做的事 我也能够去做我该做的事 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能做 这是肤浅的 这个年轻人 当他们被仇敌蒙蔽的时候 尤其在父母的带领底下 这么多年就想赶快上大学 离开家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想的就是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圣经上的自由是 我不该做的我能够不做 我该做的我就会去做 你不要以为我该做的就去做 这叫自由而已 我该做的我如果没有去做了 雅各苏说这就是罪 在神的眼中 很多的地方我们该做 我们根本没做 不光显明了我们不自由 而且在神的面前是得罪神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这篇信息 对你们对我 都是再一次的提醒和帮助 所以蜕变才能带来真实的释放与自由 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痛苦 跟第八章的释放自由 它中间关键的转捩点在于 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不仅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而且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些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好我们再多读底下的这个经文 七章十八节 立志行善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第八章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把在基督耶稣里特别highlight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这些经文都太宝贵了 我们疫情之前在读罗马书 读到第五章 就因为疫情来我们就改了 希望将来回来的时候 五六七八章 我们能够再好好的细查 因为这些章都是关键到我们基督徒 得胜生命的成长 得胜生活的经历 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讲到有罪恶和死亡的律 挟制我们 所以你不要以为罪恶只是一个行为 那个是叫罪行 在我们里面有罪性 你把蜘蛛网清干净了 第二天蜘蛛网还会出来 因为蜘蛛还在 你把罪行解决了 我犯罪的生命还存在 他会继续犯罪 所以罪恶不光只是一个行为 它是我们的生命 生来就有的 而且罪恶是一个诠释 当罪恶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 那个黑暗的诠释 撒旦的诠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那个evil spirit都还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很可怕的事 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罪和死是一个律 什么叫律 地心引力地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在究竟山从十二楼走出去 你一定掉到地上 你跑到纽约去走一样掉 你说我回我老家去走 你回北京走一样掉 你早上走会掉 晚上走会掉 小孩走会掉 大人走会掉 心情好的时候会掉 心情不好他也会掉 这个叫做律 所以罪在我们里面 它是一个律 所以你没有办法凭着自己 用行为一个一个去解决它 必须回到生命里面来 它只有在基督里 靠着一个更大的律 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我 这只是讲到基督的替代 我先不管你摸到这条路 怎么进去没有 但是我们至少要做的一件事情 先正观念 不然的话今天回到家 你还是依然顾我的 咬紧牙关 凭着自己的力量 想要不发脾气 不撒谎 不上网 不做这件 不做那件事情 然后不久以后 你又是重蹈覆射 你又失败 然后你又痛苦 你又灰心 你又觉得真像圣经所说的这么好吗 弟兄姊妹 这就是首帝给我们的蒙蔽 让我们一直注重改变 一直注重我的行为 虽然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凭行为 是因信称义 但是我们对基督徒得胜的生活 我们也以为要靠行为 哪里晓得全是恩典 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 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一直有的替代 所以保罗在这里 把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 一个是在消极上 他让我们得到释放 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得到的释放 太重要了 第二个是讲到积极方面 让我们今天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可以能够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 这两件事情 我再多花几分钟讲一下 这个律是因为我刚才讲到 它会一直拖我们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只老鹰 他被不晓得是捕兽气 捕吐的还是捕什么的 卡住他的脚了 你就发现他不再能够 像从前那样子自由的 翱翔 他的翅膀还在 他会飞的生命还在 但是因着有一个东西 在这里卡住他 一个捕兽气卡住他的脚 所以他起来又下去 起来又下去 起来又下去 因为他受到地心引律的控制 今天我们基督徒得到了 一个属天的生命 像老鹰一样 我们应该是翱翔的 应该是在天地中自由翱翔的 但是当我们被罪恶的律来挟制 不管是你生活中不良的嗜好 不良的思想 不良的关系 这个生命里面的问题 任何东西在我们里面 继续挟制我们的时候 他就一直把我们往下拖 一直把我们往下拖 他让你白费功夫 他让你消耗体力 他让你的力量耗尽 让你疲倦 到最后你很可能 因为在地上被狐狸反而吃掉了 你遭受伤害 所以弟兄姊妹 这次讲到保罗在这里 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要在这里 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要来释放我们 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而且使我们在这里 不光经历了圣灵 这个释放的大能把我救出来 他也经历了圣灵 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大能 让律法的义 让神的话在这里改变我们 道成肉身 让我们变成主的荣幸 这是太好的事情 都发生在蜕变 基督的替代上 所以这是七章八章的一个关键 在圣灵里 我们经历了他释放的大能 同样的在圣灵里面 我们经历了他改变的大能 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 底下这十个字 我们一起来背 讲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什么人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这十个字 保证给我们的太宝贵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很积极的 能够发现我身上有捆绑 我要转向主 而不是在这里挣扎 埋怨 灰心 痛苦 或是任凭他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这个样子去解决 当有一个东西 这样子一直drag 我们一直拖我们下来 一直在这里消耗我们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 要经历主大能的释放 而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 我等一下会回来讲 第二个 它不光是释放 它是让我们在圣灵里自由 所以我这次写我的主题的时候 我本来讲说 蜕变带来自由与释放 因为很多人唱诗歌都想唱 在自由释放 我后来一想 这个顺序还是有讲究的 那个释放比较是消极的 它把我从这些捆绑 罪恶 这个肉体的律律 把我给释放出来 这是释放 自由 是说到我在圣灵里 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我这个人能够有足够了 有点像中国话说的 无欲则刚 我里面得到基督 够了 所以很多人事物都不再会摸着我 更不要说会来捆绑我 因为我自由了 我在基督里自由了 从前会捆绑我的 现在不会捆绑我 从前这种话一定伤到我 一定让我愤怒了 我发现我现在居然 能够平静地接受 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我大概17岁的时候 在台湾动了一次手术 所以我两只手都长了一个 将近10公分的硬块肿瘤 左边右边同时动 那时候被介绍到空军肿医院 算是还军医里面算比较好的 台北的空军肿医院去动手术 两只手同时动 那么动完手术以后 我醒过来 我就发现我的两个手 我躺在床上 我两个手被他们绑起来 绑在两边的吊架上面 两只手是举着的 然后人是躺着直直的 然后嘴巴干到舌头贴鱼上膛 他们不让我喝水 那么尿尿也不能下床 只能躺在床上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捆绑捆绑捆绑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么不自由 一个17岁的男孩 我又喜欢打篮球的 就被绑到那边 然后喝水的时候 只能够叫护士来 或者叫我家人来 拿棉花棒沾点水 弄弄我的舌头 他头24小时 就是必须这样子处理 我相信现在艺术进步多了 也不应该这个样子 反正我那24小时 是一个很特别的24个小时 我躺在那里 我的背连翻都不能翻 我才发现连翻身 都是喜乐的事情 你今天晚上回家多翻几次 能够自由翻身都是喜乐的事 能够自由喝水都是喜乐的事 能够手放下来抓抓痒 我身上痒都没办法抓 也不能动 那24小时叫做捆绑 所以等到24小时过了以后 手被解下来 快乐的 可以坐起来 可以喝水 可以上厕所 这个叫释放 被释放 跟我过两天 健康恢复了 我出院了 我可以恢复我正常的生活 我可以去做 我该做的 我想做的 那个是自由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很多的时候 还活在捆绑里面 更不要说我能够自由 所以如果我还没有经历到 完全的释放 我就没有办法经历到 在基督里的自由 如果在我身上 罪和死的律 还在这里捆绑我 我怎么可能说 让神的律 成就在我的身上 让神的要求 神的期望 神的喜悦 在我身上是真的 所以仇敌用各样的方法 在诱惑我们 就是要叫我们远离神 让我们不相信神 让我们得罪神 让我们活在祂的捆绑 让我们活在 私欲的瑕疵里面 这是仇敌 他的方法多了 你要晓得 今天你的仇敌 决定不是你公司的同事 更不是你的家人 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 你弄老奸俱华 去形容他 一点不为过 他真的够老了 起码几千年以上 不止 他打的仗 历史历代所有的人 他都打过 包括大卫 包括我们最近读的 大卫 所罗门 这些所有的王 所有的人 亚当的后代 没有一个 他没有曾经去攻击他 诱惑他 伤害他 没有一个 包括你我今天 那你今天跟这样子的 一个人对手 打仗 在人生中就走这么一段路 能够不警醒吗 能够不学习回到圣经里面 来依靠圣灵吗 还是那样子的自由 大方 认为我没问题 甚至还骄傲 觉得我比别人都还好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需要很谦卑 这场仗在基督里才可能打 得胜的生活和经历 只有在基督里才可能 所以我才讲到第二个点 讲到基督的替代 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得胜 蜕变来自于基督的替代 他本身就是得胜 因为只有在基督里 只有在生命圣灵的律的释放底下 所有这些的律 在我们身上没有用 地心虚立 当他碰到福利 当他碰到更大的一个律 来释放他的时候 地心虚立对他没有用处 所以到了外太空 地心虚立对他没有用处 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基督里的境界 一个新造的境界 地心虚立对我们没有用处 所以当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在这里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身 就已经活在得胜的境界里 但是关键就在于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虽然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是我们得胜的根据 但是保罗在讲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 前面有一句话是什么 忘记呢 我已经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这是基督已经做成客观的事实 但是在主观上我们要去经历的时候 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 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 把基督给我们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需要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当我们真正让十字架 在我身上掌权的时候 就是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 让基督来替代 这个愿意太重要 这个愿意太重要 所以我在讲新人门讯的时候 曾经跟弟兄姊妹挑战过 回家试试看 三天里面 你如果觉得三天太长 一天也好 你只要顺您提醒 你只要想起来 尤其当你碰到你又要犯错 又要生气 又有负面情绪 又有试探诱惑来的时候 你就下定决心 我在我未来二十四个小时 我要在凡事上 来经历基督的替代 你试试看 不然的话 我们一辈子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 就被仇敌蒙蔽了 明明知道那是好的 但是他是他 我是我 圣经是圣经 我是我 只有当我们真正信而顺服 脚掌所踏之地 才会成为我的 一定要起来走路 一定要起来经历他 所以你就在你今天 回到家开始 从今天现在就开始 你每一件事情 学习让基督替代你 主啊不但是我是你 你来回答 我的弟兄 现在无礼的要求 主啊你现在帮我 你给我力量 你来替代我 让我胜过 我又想上去看不该看的东西 主啊我现在负面的情绪 我这么低落 depression 我吃的药也没有用 主你来帮助我 让你成为我的喜乐 成为我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主啊你在这里 你成为我的喜乐 用赞美意代替忧伤的灵 这都是代替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一个很宝贵的 一个得胜的秘诀 就是带得胜 弟兄他得胜的秘诀 叫做交换的生命 我愿意把我这个 卑贱有限 而若无能的生命 跟耶稣来交换 什么叫做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就是交换 今天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教育的原则 很多的东西都是交换 交换交换 我们在主人面前 怎么样子能够交换 能够小心的 这是一个最值得的交换 我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大家后来就不太过年了 小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到压岁钱的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得到压岁钱 是台币一块钱 绿色的 我忘了我得了几张 然后又十块钱的 黄色的 那天我也忘了我哪一个哥哥 不然现在要找他们算账的 那我哥哥就逗我 他们就拿了两三张 一块钱的 跟我讲说 跟我换那张十块钱的 我一看三张比一张 他说你看这里有三张 你那个才一张 那我的小就被他们骗了 他说三跟一 我就集中在三跟一 那我没有价值观念 没有一块十块的观念 就他说你看我们有三张 你那才一张 我一听就说好好好换 他们良心发现 那是逗我玩 那还不会真换 他就要还给我 没想到我还不干 我说不要 我就是要这三个 我就是坚持要那三张 这个叫做愚昧无知 交换 这世界就是交易 那撒旦用各样的方法 交易我们来交换 你看雅各书第五张 讲到以少 为了一碗红汤 轻看他长者的名分 以少为什么会为了一碗红汤 就丢掉了这么重要 属灵的祝福和神的应许 圣经上说因为他累昏了 创世纪形容以少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skillful hunter 一个非常会打猎的 善于打猎 像不像今天我们的人 太会打猎了 钱要 民要 什么都要 追求这个 追求那个 到最后我累昏了 我的孩子要上最好的学校 我孩子的成绩 必须是第一名 我们的眷村里面 有一个孩子 六科模拟考 都是五科一百分 另外一科考了九十几分 把他妈打得 整个眷村都听到 这种自私的母亲 这个是没有必要 要这样对待孩子 攀比嘛 你就是要去跟别人比 弟兄姊妹 我们到底今天在追求什么 以少累昏了 因为他是一个skillful hunter 所以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今天在属灵上 应用得太合适了 Silicon Valley 哪一个人不忙 你不要想等到不忙才爱主 而是要怎么样子 在百忙中 我照样爱主 因为在我里面的生命 是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拦阻我 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 我靠着爱我的主 能够在凡事上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千万不要在教会讲 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这是外邦人的话 神的儿女 绝对不准讲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把我们 逼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我在Silicon Valley 听你们工程师讲这个话 我到中国 听到那些商人基督徒 跟我讲 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必须要照着潜规则走 不然的话 他说生意不是做多 跟做少的问题 是一笔都做不成 整个世界逼着你 向他降服 向他妥协 弟兄姊妹 今天在这里讲到教育的原则 戴德森就是看见了 这个教育的原则 所以他学习 子子连于葡萄树 不断地跟主交通 交换 让基督来替代 我没有圣洁 主啊 你的圣洁来替代我 我没有温柔 我没有爱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在这里 可以跟你交换 这个叫做交换的生命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在这里耶稣强调了 生命的可贵 有什么可以跟生命比 对不对 今天如果要你的命 跟请你给他十万块 你做哪一件事 你是要钱不要命呢 还是要命不要钱 当然我们先保命嘛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而且换的生命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说这笔交易 全世界哪里有 哪里有啊 而且是免费的交易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设计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多宝贵 所以要让十字架 在我生活中 在我的思想中 在我的情绪中 在我一切的爱好 习惯中 要让十字架 得到他该得的地位 因为十字架 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 十字架 只有一个目的 叫我们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的巴不得 我们在主人面前 所以这个生命 今天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这样子 来交换的时候 他说他能够 神能够照着 那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 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真实的释放和自由 能够使我们 活得荣神义人 今天在这个 后现代 自我中心的环境里面 要让活出真自由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圣经上讲到 真理叫我们自由 天父的儿子 叫我们自由 今天在基督里 他已经 已经叫我们自由 所以保罗在 加拉太书五章一节 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 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 卢仆的恶挟制 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 卢仆的恶挟制 不要再去凭自己努力 要励志行善 听说在非洲 第一次盖铁轨 那些逐路工人 把铁轨都全部盖好的时候 那个火车头 准备要四开之前 这个火车司机 就跟这些工人们讲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什么叫火车 他说你们 可以把这个火车 推得动吗 火车头而已 这个那是将近一百个 九十多个那种 很壮的铁路工人 用力推 用力推 推了老半天 勉强动一点点 这只叫做凭自己 励志行善 你就算做了一点点 但是做不久 他没办法持续 他也没有办法达到 他该有的境界 所以等到司机上来的时候 他说你们全部都上来 这些人还说真的 我们上去多重 全部上来 九十多个人爬满了车头 他就开了那个引擎 蒸汽 就跑了 简直把他们张大眼睛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们九十个人在上面 不要推 他就跑 这就是今天在基督里 有太多的丰富 太多的得胜 太多的自由和释放 太多该有的新造的境界 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的 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为什么要强调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并没有真自由 求神帮助我们 把我们从工作里释放出来 从钱财马门的瑕疵里面 释放出来 到现在不肯十一奉献 弟兄姊妹 对不起神 你根本就是被马门瑕疵的 所以奉献很重要 我跟奉献的同工讲 开奉献不是只是要记账 神家收入多少 出去多少 我说你们每一次手摸着奉献箱 就摸着神儿女们对神的爱 你每一次摸着奉献箱 就摸着了神儿女们在马门 在世界的王面前 到底我们生命力量到哪里 要起来祷告的 要为神家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都需要在主人面前 有太多的事情 情绪也是 生活嗜好也是 我们讲不完的 所以真实的释放 自由叫我们活得容神义人 不要像我以前讲的 马戏团的那个狮子 被送到圣地牙哥野生动物园的时候 还是每天在那个大盘石上 来回走十七步 旁边的原野 什么地方 小溪 它都不去 来回就是十七步 后来才知道 它在铁笼子过贯了 只能走十七步 明明被释放了 还是活在一个无形的枷锁 和笼子的里面 今天基督已经释放了 就不要再被 如仆的恶瑕制 这是保罗在劝我们 他看到神的儿女们 明明信主了 明明因信称义了 还要靠律法 来得神的喜欢 他就觉得你们 又被如仆的恶瑕制 他里面不甘心 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起来 像美门前的 那个生来是瘸腿的 我们真的都是 生来是瘸腿的 生来是瘸腿就表示 我立志想要走路 想要行善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必须每天被人抬 抬过来 祈求别人的帮助 我必须每天承认 我是个乞丐 我是个无能的人 我只能坐在这 我没有办法 但是经过了这么久 当主的两个使徒来的时候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奉拿撒人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他不停起来 他站着 跳着 进圣殿 一路上大声赞美神 把荣耀归给神 也让周围的人 看见他而惊讶 拉撒路复活以后 一句话都没说 这么多人因为拉撒路 而信了耶稣 这是一个沉默的传道人 一言不发的传道人 弟兄姊妹 教会需要有复活的名证 就是经历了基督的替代 而让别人看见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讲这么遥远 我昨天前两天还跟一个弟兄 提起来我们中间一个弟兄的见证 那是在疫情以前 我们中间一个弟兄 我想你们有些人 我讲你就知道 他原来在珠海 自己当老板 公司里面的员工 什么的 在那边好多年 后来来到美国 有一天 他珠海的以前的同事 办公室里面 他的职员来到教会 那天在吃饭的时候 坐在一起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余牧师 我一定要信耶稣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看见他的改变 我不能不相信有神 他说这个人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原来当老板的时候 神气活现的 在公司里面的那个样子 那个拔腹或是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 反正他的同事会 因为他有这个改变 说我非信耶稣不可 你就晓得他原来 造成什么样子 那现在 他说他完全不一样 他说他完全不一样 兄姊妹 这个叫做 拉萨路的见证 话都不要说 人家都要信耶稣 美门的那个人 跳起来 站着 跳着 赞美神 所有人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看见这个人的改变 这个叫做 得到自由 得到释放 今天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 他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这是释放 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 叫我们不仅能够讨神喜悦 而且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 能够让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的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 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他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叫受 这句话是引用到 以赛亚书61章 刚刚会简 约瑟弟兄有带我们读 这句话也是在1991年 10月6号 神呼召我 用了A.B. Simpson的一首诗歌 叫做Jesus Only, Jesus Ever 四个字 唯有耶稣 永世耶稣呼召了我 那个时候 我 直接跟神的反应就是 Oh no 因为所在的教会 碰到一些相当大的挑战 我一点不会舍不得 丢下我的工作 虽然那时候我的工作 是我日证当中 做得最好 然后设计新产品 带领计划都在进行中 老板对我非常赏识 我的家庭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唯一让我出不来的是 那时候教会的一些困难 所以10月9号 我就动了我人生中 最后一次脸上大的手术 在手术台上 被昏迷以前 医生出了很多的错 让我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主突然用 以赛亚书61章这段话 说在我的里面 我在主面前就流眼泪 我巴不得想把手举起来 来赞美他 因为这是讲到 我们主耶稣的执事 他来要叫被奴的德释放 要叫受压制的德自由 他瞎眼的可以看见 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然后报告神 悦纳人的西年 西年就是释放 没到了西年 所有做奴仆的 全部可以释放 可以回家 所有欠的债 所有卖掉的田产 抵押的田产 都可以回来 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 所以那天当那句话 进来的时候 我整个被圣灵感动 我知道这是耶稣要做的 而他在这里 要得到一般他的仆人 能够channels only 成为他的管道 让他这个救恩 能够流传出去 能够传福音 能够帮助那些被掳的 得释放 受压制的 得自由 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 神也给我们的托付 在耶稣的身上做成了 今天他说 我们要做 比他更大的功 这是今天教会要做 所以我希望 所以那天 当神那样感动我的时候 我就整个过关 虽然手术完 医生一刀都没有切 他说 我是他这一辈子 唯一一个 他不能切的人 整个开开来 两三个小时 把我缝起来 所以我的流 那时候 关起来的时候 他一刀都没切 所以当御师母告诉我 医生说 他一刀都没切的时候 我说没关系 我告诉他一句话 我说我过关 因为耶稣释放了我 耶稣叫我们这个人 不管你的捆绑 你的瑕疵 你被什么东西困扰 耶稣来 就是要叫我们 得释放的自由 今天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 要不甘心 继续活在受苦的里面 要不甘心 洗干净的 又回到猪店里去 然后不甘心 我所厌恶突出来的 我居然还会再去吃它 弟兄姊妹 基督给我们的是得胜 完全的自由 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在基督里 一起来经历它 我们来唱荣耀的释放好了 一百首 我本来要唱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们福音聚会常唱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 就唱荣耀的释放 特别唱到副歌的时候 你们把它背起来 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常常都可以唱 好不好 我们请站起来唱 你可以向主举手的唱 自由的释放的唱 我曾被追恶 赵连之奋放 相互不知有 痛苦难当 但耶稣断开 我一切说言 荣耀之旧恩 是国是法 荣耀之旧恩 荣耀之旧恩 我才无罪的 舒服痛苦 荣耀释放 这是祝祝耶稣 从今到永远 是我释放 祝祝耶稣 祝祝耶稣 我离我祝祝 祝耶稣 祝耶稣 我离我世俗 谁控制幻想 祢是我离去 一切忧伤 荣耀之十方 奇妙之十方 我在无罪和修复动物 荣耀之方 这是救主耶稣 从今到永远 是我十方 从今我脱离 骄傲和愉悲 我离我离爱 尽见灵魂 我离我老母 高照之心情 荣耀之十方 无穷是乐 荣耀之十方 奇妙之十方 我在无罪和修复动物 荣耀之十方 这是救主耶稣 从今到永远 是我十方 荣耀之十方 奇妙之十方 我在无罪和修复动物 荣耀之十方 这是救主耶稣 荣耀之十方 从今到永远 是我十方 我们请大家低头 我们请大家低头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 你还没有信耶稣 我愿意在这里靠着主耶稣的爱 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带给你的自由 带给你的侍奉 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要用祂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更把祂圣洁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在位置上 就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如果有的话 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就只问这一次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愿意接受祂的生命 让祂的生命 帮助我们在地上 过一个再也不一样的生活 你愿意的话 请你把手举起来 没有 没有关系 我们祷告 我们弟兄姊妹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家 自己的孩子 甚至我们所在的教会 甚至这一个世代 有筹敌这么多的工作 瑕疵 破坏 掳掠 我们要求神 让我们起来 坐到位置上去 抖下所有的尘土 起来活出我们该有的尊贵 能够离开巴比伦 脱离一切不解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过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 是在新造的境界里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替代 活出蜕变 所带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我希望弟兄姊妹 简短的有机会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 我们各种的感恩 主 今天是这样的 荣耀的主在我们的里面 已经坐往长去 主啊 你把这样的释放 已经成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阿们 主啊 记得代价已经偿还了 一切的锁链已经断开了 主啊 就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荣耀的释放的事实 活出这个自由的身份 一个荣美的见证 主啊 不要再仇敌在蒙蔽我们 一切的情形不能在魂锁 我们已经得了释放还有自由的生命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感恩祷告奉祝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这是荣耀的释放 奇妙的释放 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 我们就真自由了 主啊 谢谢你把我们不仅从世界呼召出来 也让我们来侍奉祢 主啊 就让我们不随从这世界的风俗 主啊 常常能够从你那里支取你那丰盛的救恩 主啊 真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和保险的解决 主啊 真是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 让你的灵充满我们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自由丰盛的生活 我们祝福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个仇敌来乃是偷窃杀和毁坏 主啊 你来也来叫人生命更丰盛的生命 阿们 荣耀的释放者是耶稣基督你自己 主啊 我把自己背叶的身体仰化在你手上 主啊 早见你的话对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脱离背叶 脱离挟志 阿们 荣耀的释放者耶稣基督我们 改天赞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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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释放了我们 你释放了我们 你更是带我们基督那丰盛 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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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手中 主啊 祢不光知道我们里面需要什么 祢更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是什么 还有什么地方 我们是在仇敌的瑕疵底下 主啊 在这个时候 圣灵不仅仅在这里光照 圣灵也在这里来释放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愿意再甘心回去过那样子的生活 基督已经叫我们自由了 已经释放了我们 就不要再被如仆的恶来挟制 主啊 把属灵的同伴 常把真理告诉我们 也常借着内住的圣灵 内住的基督 让我们来经历基督的替代 来经历这伟大的交换 是的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主啊 地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基督的生命相比呢 主啊 让我们甘心乐意地放下自己 愿意更多地得着基督 谢谢你 你自己祝福你的话 祝福你的百姓 祝福你的教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喷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